作词 & 首词 作曲 独播 李宗盛 作曲 独播 李宗盛 作曲 独播 李宗盛 作词 独播 李宗盛 作曲 独播 李宗盛 如果没有电视的名 我要如何遇见动听的 你深的任性 却又如此琢磨不定 还是想靠近 暗自的窃息 引起你注意 不加掩饰的小情趣 透露爱的讯息 说喜欢你 变到有点迷 其实真的只想说明 我的在意 每一站阳光的风 都变天了 心脏还要怎么符合 你的笑呢 陪你刺扰我的梦 幸福来了 幸福哪怕多年曲折 牵你的手依然是我 依然是我 依然是我 你扰心地 练习的小情趣 你扰心地 你扰心地 可不再有什么地方 你扰心地 你扰心地 全体调 进口 医生 向外看气 先请眼看 大家昨天晚上 睡得好吗 好 早上好啊 昨天晚上 有人给你唱摇篮曲吗 什么 教官今天是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啊 全体调 一张 黄欢 你看看这一张是不是也挺好的 是挺好的 不过宣传册里面已经一大半都是她的照片了 都挺好看的 不差这一张 是吧 淼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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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姐 怎么了 你干嘛呢 她还能干嘛 忙着谈恋爱呗 你们公司的领导 没给你布置军区任务吗 颜老师把任务交给其他实习生去了 你还乐啊 之前我还跟欢欢夸你上进呢 知道趁着暑假赶紧实习 结果呢 也没比她好到哪里去 光占了一个实习的名头 你们两个还真是亲闺蜜 也不怕开学了 灭绝师太拿你俩开刀啊 那至少我还实习了呢 不像某些人啊 天天就知道在家里混吃混喝 但是 再说了 我还有瞧萧嫂这张王牌呢 颜老师约了她好几次都没有约到 那还不是我帮你的 好了 你们两个半斤八两 谁也别说谁 都赶紧圆润地从我眼前消灭了 我还要忙着写校园剧的话剧本子呢 剧本还没写完呢 怎么 你要帮我 淼淼 刚才你不是说 颜老师有什么任务交给你来着 没有啊 有 你进门的时候还让我提醒 你也说让我告诉你颜老师有事来着 没有我吧 学姐 你就好好创作 我们就不打扰你了啊 办办 终于可以回去休息了 我不行啊 我要去超市给我们小语买点筒子骨熬骨头汤喝 可真是个好女友 小语可惨了 白天军训晚上特训累死了都 这么惨啊 其实再惨呢 也没有乔一白带的那帮新生才 你知道乔一白 那帮新生给她取了个名字叫什么吗 日面阎龙 不会啊 我觉得小乔妹妹挺可爱的呀 哪里可爱了 简直是殷勤不定 昨天明明还晴空万里 黄黄祖和我聊天了 开心 小孩们休息半小时吧 突然间就狂风暴雨 黄黄昨晚花好少 不开心 继续练 反正呢 那帮新生啊 被她折磨得可惨了 有那么夸张吗 有 我说你有空的话 就就那帮新生吧 反正呢 我觉得乔一白 现在只有在你面前可爱了 我说你没有解写 我说你没有解写 我会再和你解写 我说你会遇到的 你面前感觉 我会变成了 你不让我试图 就不让你解写 我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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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心里 是 我感觉 你感觉 你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 二 三 四 最近怎么没有看到苏学长啊 好像回家了 乔学长正在找助教呢 着教 去不去呢 暑假都快结束了 我现在才去应聘 不合适 不合适 可是我也不能一直在家里混吃等死吧 不去啊 我还有一年的时间呢 不着急 不着急 可是苏苏都已经失职了那么久了 我一个学霸 我怎么 试试吧 如果不要我 乱坐 喂 来 华华 出事了 苏苏 怎么了 现在的事儿没这么好事啊 不对啊 你这看起来也不像是有事儿的样子啊 不是我 是乔孝草 是乔孝草 小乔妹妹 她怎么了 你难道没有看到她 形单影直的背影吗 一个人孤零零的 站在那里 多可怜啊 你就是因为这个把我叫过来的 里边不是一堆人吗 哎呀 其实是这样的 苏奥学长起家回家了 就留下乔孝草 一个人带这么一大群孩子 你 反正你一天也在家里睡十多个小时 你还不如来担分住觉 不要 哎呀 可怜的乔孝草啊 你之前不是说的是什么 遇灭阎罗 阴晴不定吗 所以啊 你来当助教 就是拯救乔孝草 拯救这帮孩子们呀 再说了 姐妹也是为你考虑 你看着济水楼台先得月的好机会 趁着乔孝草现在还对你有好感 赶紧一把拿下的 我对她又没有好感 我干嘛要拿下她 哎呀 那你总不能每天看着我跟小雨绣爱吧 再说了 还不趁着这青春的年龄 赶紧给自己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等老了是会后悔的 那这柱子叫你到底当不当 当 那我上岗部队还有一个缓冲期吗 我先回去睡她个十六个小时 明天再来 不过说好了啊 我可不是你说的那种什么 进水楼台先得月啊 我是看着小乔妹妹自己这个样子 确实也挺幸福的 我发了慈悲 祝她一臂之力 我顺了你啊 嗯 嗯 宝贝 吓我一跳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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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哎 嗯 你怎么不给自己买一个啊 玉妹阎罗虽然阴晴不定了一点 给你们 冷若冰霜了一点 急眼立色了一点 但人其实还挺好的 瞧名 你刚刚竟然有了三个成员 嗯 谢谢乔学长 嗯 学长 我来帮你罚 嗯 好好好 你还要不要 你再试一个 谢谢 哎 谢谢乔 你看这 你在想什么呢 不想不想 怎么觉得乔教官 有种莫名的熟悉感 什么熟悉感 嗯 我警告你啊 你可不许打他的主意 放心吧 我的倩倩小公主 乔教官是你的 谁也抢不走 这还差不多 这什么口味的 乔教掃 是你 对 是我 你一个人训练这么一大群学生 又当爹又当妈的 你累不累啊 不行 不能给黄黄的闺蜜留下坏印象 好 有事吗 嗯 我就想问一下 你招到助教了没有啊 没有 这样啊 那你记得明天查说惊喜哦 是你 搞定 你 美人啊 你终于伤心啊 正好我刚录了第九场的该音 我先发给你 好 我跟你说啊 我明天要去当助教了 在太阳下暴晒 我肯定会晒死的 我就想问一下你招到助教了没有啊 没有 这样 那你记得明天查说惊喜哦 难道 这个就是光光闺蜜所说的惊喜 耶 好 来 千里大涌 大楼 走 一二一 一二一 一二三三 一二三 四 一二三三 一二三三 一二三三三 我今天来帮个忙 给人当助教 助教 中午一块吃饭 今天中午可能不行 我今天第一天报到 就快要迟到了 中午肯定跟那帮小崽子在一块 没事 咱兄弟俩都不差这一段 改天应该请你啊 老梁 队长 你什么时候 有一个这么娘气的名字啊 懂什么呀 这叫逆程 跟老爷的关系 可不一般 对对对对 就是他都已经采访过你 谈到还能给你继承 叶良辰的交情吗 说什么你 乔乔官 我给你喷点防晒烹雾吧 哦 不用了 哎呀 来吧 不用不用 谢谢 谢谢 我跟小乔 小乔 小乔 大家好 我是你们今天的新助教 我叫于欢 接下来的一周内 我会跟大家朝夕相处 你们有什么事的话 可以直接来找我 我会招着你们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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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凭什么当我们助教 有个不服气的 那除了这位同学以外 还有谁不服气的 可以举手 你 除了他以外 我 那还有谁不服气的吗 我 我没举手 别别别别 我没举手 服了吧 不服气 你这叫出其不意 好 起来 我让你去 这可是你说的啊 你 你 服了吗 快起来 不服气 你这叫 战士欺人 大姐 你别说话了 于小管 服 我服了 上转 进步 走 你们还在这儿 处着干嘛 赶紧去吃饭啊 不然一会儿就没位置了 小乔妹妹 我新冠商人三八虎 给个面子呗 小乔妹妹 全都 上去 一架 先要靠拢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先要 转 进步 走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谢了 小乔妹妹 以后可不可以不要叫我小乔妹妹啊 那 大乔妹妹 一 二 三 三 一 二 三 三 一 二 三 四 天太热 我去给你买杯水啊 来 瞧一白 瞧一白 白白 你听我解释 我昨天我 确实去我二姨家参加会里去了 我那个 我 我懂 我懂 你走吧 不是 这 我 小乔妹妹 我饭卡是不是还在你呢 你不是 那我给他赖一下你了 你小乔妹妹 小胖子 快坐 快坐 还疼呢 不好意思啊 回头我给你送您低打酒 没事 没事 我特别抗拦 那个 乔小白也是拿我开刀的 乔小白也是拿你开刀啊 当然了 投听军训的时候 我们看他长得像个小白脸似的 特别不服气 然后 我们就派出我们班最厉害的人 跟他单轻 然后呢 女主角 你怎么不问问 我们班最厉害的人是谁 那 你们班最厉害的人是谁啊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问 是我是我就是我 谢谢 这都这么做好 这都这么做好 然后呢 然后 十分钟 不到就把我们训得服服帖帖的 这可是个十里年牙呀 简直是魔鬼 所以说我感觉 你跟乔教官 简直是绝备 你觉得呢 他们还挺怕啊你的 学长 学长 能把这首诗给我念一下吗 当然 不过 你要等我去 我这儿还有点事 好 老板 你怎么接我电话啊 我帮你打听到 那个妹子叫余欢 不仅是新闻系喜欢 还是个学霸的 你是不是早就对人家屠龙不古了 你是不是早就盯着人家了 小琼 小一 小白 你和他到底什么时候认识的 怎么 之前一点迹象都没有呢 一 二 三 三 一 二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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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苏欧学长 苏欧学长你干嘛呢 淼淼 我 我就是不太放心意白 所以过来看看 对了 你和于欢同学 关系挺好的嘛 对啊 怎么了 没事 我就随便问问 这于欢同学和一白 什么时候认识的 你知道吗 这我不太清楚呀 他也没说过 我也没有 我的意思是说 他俩发展速度挺快的呀 这相辅相成的 多和谐啊 同道中人啊 我也觉得他们俩呀 特和谐 是 他们俩在一起 你有没有感觉到一种 复唱复随的气息 扑面而来 我们精管学院 这朵高龄之花 凌霜偶学三年多 这皇上不禁太监急呀 这以后啊 就多拜托你们于戏花了 是 好说好说 有花看者 只须折呀 以后我们家余欢 这朵母太馊了 就拜托你们 敲敲草了 好说好说啊 挺好的 后面别偷懒啊 压谨 认真点 救救我 我不行了 没事吧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 他们已经练了这么长时间了 让他们休息一会儿吧 好 他在原地休息 我去给你们买冷眼 我去吧 于助教 你简直是我们的救星啊 你要是早点来就好 我们也不至于被敲敲官折磨 于助教 怎么了 朋友们 于助教 干嘛呀 看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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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表演很精彩 他们这是干嘛 他们这是要给我们抢于助教啊 于助教 他们这是要给我们抢于助教啊 兄弟们 跟他拼了 一二二 对面的恐龙别过来 别过来 别过来 这里的地盖被你吓坏 我们的表情被你吓呆 我们再来 长得丑 一二 长得丑 活得丑 长得不帅 都不快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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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诚 干嘛呀 知你得问他们呀 咱们体育系是合胜金团 凭使你们尽管系的女生那么好看 连助教那么好看呀 虽然你们夸我们好看 但是于助教是我们的对不对 对 对 羡慕的话你们就转系 好不好 转系 转过来 过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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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的谈爱 但是天这么热 咱们就别闹了 赶紧回去训练吧 散了散了 来来来 感谢大家对我们欢欢的喜爱 既然两个班的同学 都这么喜欢我们家欢欢的话 那就掰得好了呀 可以 没问题 可以 那个班的名字 欢欢就给谁当助教 好不好 好 可以啊 你 没问题 那好 给你们一天的准备时间 明天晚上 我们来个才艺大比拼 叫上另外一个班的同学 当平稳 哪个班赢了 那我们奖品就是 我们家欢欢了 你们说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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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我们没问题 你们有问题吗 我们没问题啊 一助教就再给你们一天 以后就是我们的了 对不对啊 对 都别闹了 行了行了 都散了吧 明晚见阵章啊 阿玥 歌必得 好 来了 来了 来了来了 你三个蛋了 你刚才也太厉害了吧 一点都不像我刚认识的你 他呀就凑热闹最会 采访一下余欢同学 突然变成香饱饱的感觉 怎么样 一点都不好玩 他们玩归玩闹归闹 只要被耽误正常训练就行 不过 看起来 我还挺有魅力的 对啊 明天晚上你可千万不能说啊 可得好好把握机会 我跟你说话呢 你听到没 对啊 昏昏 你真的不跟我们一起吃麻辣烫吗 嗯 我真的不去了 我怕我饭没吃成被狗粮成饱了 那我们先走了啊 拜拜 来 老梁 哎 老鱼 哎 这么巧啊 哎 哎 你不是开车吗 啊 那是我妈的 这不做公交车不是环保啊 好觉悟啊 就并且啊 咱们还能一起做个伴儿 哎 车来了 哎 车来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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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下午的事情你别介意啊 那帮小孩闹着玩的 哎 哎 没事儿 反正军训也挺枯燥的 给大家添点乐也挺好的 给大家添点乐也挺好的 车位的人没事吧 车位的人没事吧 这怎么回事啊 刚才有个小动物过街了 人都没事吧 老鱼 你没见 明天见老鲁 你没见 明天见老鲁 你都有太多不确定 庆幸还能与你相遇 屋檐下的叮咚风铃 不惜你爱的旋律 我轻轻 我们到家了 你让你自己自己听 整个世界忽然好安静 只愿你心跳声音 想听你在耳边轻声细语 如雨滴落在我掌心 若时光不肯暗下暂停 我也愿意把爱情交付欲 新的学年老师要求弟子梁梁组队 完成社会实践 名单由老师分配 公布在告示栏上 师兄 你说我会和谁分在一座 我不清楚 老师说了 他会分析每个人的优势 曲长不断 那你有期待的人选吗 你 请跟我一组 当然了 我们是最佳拍档吧 我当然再给你一组 因为温暖 我们真的在一组啊 再见 我们真的在一组啊 再见 还好是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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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